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神经久长老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分享 分享所谓经言,经言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就像经一样,很有价值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经言神的话语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学知了这个经言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看我们的题目,我们的题目应该是 好,再来看 分享经言,要保持快乐的心或者要保持喜乐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题目,那这个不容易喜乐的心 当然我们在平常生活的话,如果我们在生活上能够做到成功的事情 在每一方面成功,工作成功,关系方面也成功,那身体健康也成功 那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持这个快乐或者喜乐的心 那这边说,保持这个喜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情好 我们就觉察到,我们每一部分的我们的个体身体也会很灵活很好的 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能维持那种快乐,那种喜乐的心的话 比如说,我们灰心伤气,灰心伤气或者受到很多的挫折 或者很多不成功的,很多问题在生活里面的问题,使我们抬不起头来 那我们要,我们就不能保持我们这个喜乐 可是呢,如果我们要保持这个快乐和喜乐的心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要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平常的话就非常的难 可是今天呢,我要把这个上帝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 把这些话传给大家,给大家分享 使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 然后记住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快乐或喜乐的心情的话 会影响我们整个其他的身体的部门 那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就是说使我们垂头伤气 使我们这个活下去,就很不好的活下去 可是今天希望,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能够来把我们的心挤起来 使我们能够维持或者保持这个快乐,新的喜乐 那要怎么样做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好,请大家来看 这个在这个真言,真言第17章到17章12节说 喜乐的心立如良药 所以这个喜乐,我们要维持,要保持这个喜乐的心 因为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头干枯 所以这个骨头,忧伤,是什么忧伤呢? 就是遇到挫折啊,很多方面不成功啊 工作也没得做啊,什么种种的生活的问题啊 家里的问题啊,种种的问题累积了 使我们忧伤啊,使我们忧伤 那这个忧伤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其他部分的身体 这样我们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可是呢,这个要怎样保持,要怎样维持这个喜乐 在那个困境,在那个困境之下 在那个,在这个,就说,挣扎的时候 种种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来靠这个上帝,这个神 我们知道说,上帝,当然我们要相信 说上帝是创造我们的 上帝创造我们是爱我们 以爱来创造我们 那,他创造了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放弃了 可是他创造我们之后 他还会照管我们,照顾我们 那,他怎么照管,照顾我们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好,那这边说 神目察,目察每一样事情 他知道每一件事 他听到所有的控诉和哀伤 所以这个,这个上帝啊,每一天 上帝都会注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每一个人的活动情形 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 好的事情发生,坏的事情发生 上帝都会目察到 上帝都会了解 上帝都会得知 上帝会知道 当然你说,我们这么多人 上帝怎么会知道呢? 可是我们知道,要了解说 上帝的能啊,是无所不能的 上帝都无所不能的 因为上帝是我们创造主 上帝的伟大 上帝的智慧啊,什么各方面啊 我们都不能了解的 我们只要靠他,信任他 所以信任他说 上帝是,上帝是很公正的 上帝是很公平的 因为每一个人啊,都是他的子女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上帝知道我们的情况的话 就是说,很多人对待我们 不公平,不公正的话 我们,啊,要记住在心里 你要记住说,上帝他觉察到 每一秒钟,每一分钟 上帝都在关注 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作为 每一个人的痛苦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说,上帝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安心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上帝是对我们好 上帝的爱是比任何的爱 还要伟大 那,上帝看到了 上帝是会公平的 上帝是给我们这个安慰啊 说,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这个问题 已经知道了 我们被这个朋友啊,谁啊 都对待不好啊,什么 上帝都知道的 所以,只要上帝知道 我就觉得,我们能够 啊,保持这个快乐和喜乐的心 这样的话,也不会受我们的这个 其他身体的部分的影响 好,再看下去 所以,这边 真言说,第15章 第3节说 耶和华的眼目 无处不在 恶人、善人 他都检查 他都检查到 不管是恶人、善人 都是上帝的子女 那他的眼目是 无处不在 所以,就是 这些话 这些神的话语啊 就能够 使我们得到安慰 对不对 我们得到安慰了 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的喜乐心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 好,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这边西伯来书说 并且被照的 没有一样在他眼前 不显然的 就说 上帝会觉察到 他说 原来万物 在那我们要向他交仗的主眼前啊 都是扯路 撇开的 都是扯路的 在上帝 没有一样 是不会显露的 是这样 好,再看下去 我在诗篇第147章第5节 说 我们的主伟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 无法测度 所以 无法测度 意思就是说 他能够了解 明白 你心里面的苦楚 他明白你心里面的不安 他明白你心里面的挫折 用这些上帝的话语来安慰自己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这就是会有喜乐 能够保持喜乐 不管在什么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好,再看下去 那真言第三章第5节说 你要专心 仰望 仰赖 要赖啊 耶和华 不可其靠自己的聪明 就是说 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了 神的话 是能够安慰我们 那我们 每一次都要 都要靠他 这个 依赖神啊 不能靠自己 不能依赖自己 因为神是 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神 这样我们 把我们的心 都交给他 交给他了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 啊 会 得到 这个 喜乐 不管 在什么 环境之下 啊 希望 希望 上帝的话语 能够给我们的安慰 啊 就是 啊 喜乐的心 让给我们 好 今天 就跟大家分享 就到此为止 啊 下次 再跟大家 分享 上帝 的话语 是 分享 上帝的 经 言 好 再见